这一课我们要学习的是乳腺疾病 乳腺疾病我们要学习三个疾病 乳腺纤维朗性变 乳腺纤维腺瘤 以及乳腺癌 那么重点是要学习乳腺癌 那么第一个乳腺纤维朗性变 它是属于真正性的 乳腺的真正性病变 非肿瘤性的 它的发生频率是很高的 发生率是很高的 大约发病的年龄是25到45岁 接近期这个年龄段比较多见 而真正的成分 它是乳腺的纤维朗性变 它是属于真正性的病变 它真正的成分主要有了小叶的直升 和导管的真正和纤维的真正 那根据它的这个真正的不一样 分为了真正性的和非真正性的 真正性的非真正性的 那么两者形态有差别 那么它和癌的关系也不一样 这两者真正性和非真正性 这里是看到的是正常的乳腺组织 正常的乳腺的小叶结构和导管结构 而这里表现的是乳腺的一个真身 小叶的一个真身 小叶增多了 这是真正性疾病的早期的表现 如果它的末梢导管和线炮扩张 蓝状的扩张 那么可以表现这种形态出来 它的末梢导管和线炮 可以出现蓝状扩张 这是一种 没有这个扇皮的这种真身的话呢 出现这蓝状的情况 那我们称为非真正性的纤维蓝状变 非真正性的纤维蓝状变 那么这个没有表现的扇皮的真身 它不是癌前病变 不是属于癌前病变 而这个真身性的纤维蓝状变的话 它就不一样 它属于癌前病变 和癌的关系密切 它可以发生成癌变 那么表现为了一样的 有蓝状的形成 蓝状的形成 有导管的扩张成蓝状 也有扇皮的真身 它一定表现为扇皮有真身 甚至扮有不典型真身 那么它属于一个癌前的病变 我们看到这里很多了 真身的导管 蓝状的扩张 这些扇皮细胞 导管扇皮细胞真身了 出现了非典型性 而这里看到的呢 有癌变 有坏死 细胞异形增加明显 这就是在真身性的纤纹蓝状变的基础上发生了癌变 它很多区域是良性的区域 有区域的部分呢 看到了癌变 所以它和癌有密切的这种关系 所以一种癌前的病变 那么真实性纤纹蓝状变属于癌前病变 发现这样的病例的话呢 就要注意 一定要追光的 一定要追光的 而乳腺的肿瘤的话 良性肿瘤里面很常见的呢 就是乳腺的纤维腺瘤 这是最很常见的 良性肿瘤里面 称为腺瘤 它常常是由于这个极速水平的紊乱 或极速的紊乱 极速水平的增高 持续水平增高 和硬极速水平相对降低的情况 那么年龄的话 比较年轻的比较多见 20到30岁比较多见 那么病变 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就有良性肿瘤的特点 膨胀性的生长 有包膜 可以活动 是吧 如果是在临床检查的时候 它是可以活动的 那么近一下 它表现为纤维和导管的真身 那么治疗上的话呢 常常需要手术切除 手术切除 我们看一下这个 纤维腺瘤的 这是影像学的形态 影像学 这是大体的标本 大体的标本 那么做影像检测的 查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 境界非常清楚的 枕块 那么 可以了 在影像学上 可以考虑它就是一个 良性的 就考虑良性的 如果临床上摸了 一个很活动的枕块 影像学 又是这么境界 很清楚的枕块的话呢 年轻人的话呢 一般的话 临床医生可以做一个很紧确的诊断出来 很紧确的诊断出来 而这个标本 接下来一样的是有包膜的一个枕块 它是纤维线流的话 它也灰白色的质地比较韧性的 境界很清楚的 有包膜的一个枕块 这是它肉眼的一个形态 而境界呢 表现为很收松的组织 纤维组织的增生 然后有导管的增生 但是细胞没什么异形性 它是良性的肿瘤 它有境界 有包膜 在境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同样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良性肿瘤 那么 有人得了纤维线流 有很多人就关心 它会不会恶变呢 有的人说 我现在暂时不想动它 我没时间 不做手术 会不会恶变 这个恶变率是很低的 极少数 不是不能 是极少数 罕见 那么这是可以 所以一般的来说 有的话 有个肿块 最好还是把它切除 最好是把它切除 乳腺的疾病 很常见的是一个增生性的疾病 增生性的 血管乳腺病 良性肿瘤里面 轻微腺瘤也是很常见 那么恶心肿瘤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乳腺癌了 那么乳腺癌发病的情况 乳腺癌的发病的话 在发达国家比较高发 像我们亚洲国家 中国 它并不是一个高发的国家 是一个低发的国家 那么发病的这个 这个 成的事的话呢 比乡村比较多见 也是发达的地区多见 那么发病的年龄 这个范围的话 发病的人群的话 常常是高知的人群 白骨精的人群 什么叫白骨精 白领 骨干 金银 那么为什么 会是这样的人群多见呢 等一下我们讲到 它的发病的 这个情况的时候 大家可以慢慢的了解 慢慢的了解 我们这里看到的呢 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一个图表 全球乳腺癌发病率 每年每十万人口 年龄标准发病的 这是2000年的一个图表 你看这是 北美洲 十万人是82 那么这是巴西 阿根廷 都是比较高的 欧洲发病率高 70 欧洲发病率高 那么这里呢 是什么地方 83 大概这样了 每十万人83了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像我们国家的话 这是俄罗斯也比较高 49 在我们国家是比较低法的 亚洲是比较低法的地区 以16 我们是指16 19 16 19 那么这个全球的话 这是2000年的 现在逐年增高的趋势 逐年增高的趋势 像我们这类国家也是不一样 我们一样的是增高的趋势 我们这里呢 大的这个城市 像上海 北京 天津 它就是高发的地区 高发的地区 就是越城市化的地区呢 就是越高发的地区 越高发的地区 那么和它的人群也有关系 和它的人群也有关系 我们国家的 女性前五位恶性肿瘤的一个排序 这是两天多年的 零几年的 那么发病的这种情况 我们大致了解一下 那么全国的话 女性的病人前五位的这个恶性肿瘤 乳腺是排在第一位的 是吧 然后是乳腺癌这里 肺癌 胃肝 死管 这些恶性肿瘤 是这样排序的 城市 你看城市是乳腺癌 乳腺癌是 女性病人的话 乳腺癌是第一位 还是第一位的 那么肺 胃 结肠 肛 是这样排的 发病例 农村的话 乳腺癌的发病例的话 在第五位 所以它和这个城市的话 来说 乡村的话 农村的话 相对的发病例低些 相对发病例低些 死管癌而 肺 肛癌发病例高些 大家看一下 而死亡率来说 乳腺癌的死亡率不高 因为在这个位置 比较比较引以发现 治疗 而且现在的话 目前的话 城市的话 做这个防癌普查 防癌普查 不管做宫颈的防癌普查 还做了乳腺的 这个防癌普查的 做检查 做B超检查 做这些方面的检查 所以早期癌的发生率比较高 早期癌比过去多 不是很晚期 所以治疗以后 预后很好 所以它相对来说 死亡率排在第五位 在全国的话 在城市大概排了第四位 乳腺癌 二龙城也是在第五位的 所以这是大致一个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 发病的情况 那乳腺癌的发生和其他癌一样 什么原因引起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 不是完全清楚 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 那么这些因素 是影响乳腺癌发病的一些因素 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是急速的作用 乳腺是卵巢急速的把器官 那么卵巢急速是乳腺组织发生癌病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这是大家一般都根认的 一般根认的急速的作用 有急速的作用 那么急速的作用 那就和急速和生殖相关的因素都在这里有关系 那么一个人增 他一生增暴露在这个刺激素这个影响下 就是急速水平持续的增高的这种情况 你像这个人的话 如果月勤来的抽槽比较早 而月勤的这个周期又比较短 捷径时间也比较晚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生增 他在急速的这个刺激素水平比较高的人状态 他就隐隐而变歇 那没有生小孩的人的话 结婚晚不生小孩 这是白领比较多见的 所以他这种人群也是比较高方 和这个急速水平也有关系 那有报道过 有报道过 做变性手术的人 男性的 做变性手术变了女的 他用了大量的急速 也报道有癌病的病例 也报道有癌病 所以和急速有明显的关系 那么刺激素 运急速 那么他这是个 在这个正常的有线组织 真的话 他有一个受体的问题 那么刺激素受体和运急速受体 在这个人的上皮细胞 有刺激素受体和运急速受体 在细胞核里面 万一的性的急速 刺激素运急速和它结合以后 评论符合物 它可以收使这个DNA的复制 启动这个细胞周期 使这个扇皮细胞增持 所以急速是这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里面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乳腺癌的发病里面 所以后面我们讲到 治疗的时候 就会谈到这个急速 内分泌方面的治疗 一个遗传因素 乳腺的家畜史 乳腺癌的病例 大部分是散发型的 和家畜 不是遗传性的乳腺癌 遗传性的乳腺癌 大约占了10% 大约占了10% 但是年轻的人 或者有家畜史的人 和遗传的关系就很密切 乳腺癌的易感基因 BRCA基因 BRCA1和BRCA2基因 这两种基因的突变 和乳腺癌的发生 有着明显的关系 那么有家畜史的人 常常就会有这种基因的突变 大约50% 会有这种基因的突变 有这种基因突变的人 容易癌变 那么癌病例大约80%以上 有的人认为是有80%以上 有的人做了统计的话 如果这个人 有这种癌基因突变的人的话 BRCA1基因突变的话 他40岁的时候 大约20%可能发生癌病 如果50岁的时候 那么大约150%发生癌病 那么这个人如果到70岁 他的癌病例呢 就会大约70% 80% 所以他可能就有一天会癌病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谁呢 是个明星 不知道大家上网看过没有 这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 很美丽的一个明星 他现在呢 就去年 好像是去年 在 就很多方面 对于他的这种讨论 他就是由于 这个基因有突变 检测出来了 BRCA1基因突变 他做掉了酸乳 做掉酸乳 至于这个基因有突变的 这个人群 要不要呢 做这个乳腺切除 很多人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自己 为了防止癌病 他切除了 他就很安心了 是吧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所以 这个是遗传因素 有关系的 但是在乳腺癌里面 环境因素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环境因素 甚至比遗传因素更重要 环境因素 在欧美国家 他的发病率也很高 那么和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 等等方面都有关系 环境因素 那么如果是 像我们中国是低发的地区 到了美国以后 那么这一代的 这一代的人群的话呢 他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 就提高了 然后到第二代人的话呢 他接近于这个白人的这个发病率 他和他的环境有关系 这和遗传就没关系了 那么和饮食 高脂肪差 我们说白领的人 为什么 因为有无线孩子发生 除了他的这生育方面的问题 不生小孩 或者说 接风网 这种问题 他有一个饮食西化的问题 饮食西化 所以和环境因素也有关系 那么环境因素 在这里面 是起到一个很重要 甚至比遗传因素更重要 那么放射线 电力辐射 这个倒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他直接破坏DNA 放你辐射 那么有些人就做这方面的治疗 有些因为其他的疾病 像得了淋巴流的呢 有的做了这个放射治疗 比较年轻的人 那就会引起了 这个乳腺癌的发生 有可能 有可能 有的人就问 那我做这个磨磨码检测 检查乳腺 看看防癌检测 那么这个也做放射线的东西 会不会有影响呢 一般40岁以上 影响不到 做一年做一次 没有很危险的 这是放射线 还有乳腺的良性疾病 引起了 刚才我们讲到 真实性纤维卵性变 真实性纤维卵性变 可以导致了 这个癌病的发生 这是影响乳腺癌发病的 几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这是目前了解的一些因素 那么乳腺癌常常发生的部位 最常见的部位 我们平时重点要检查的位置 在什么位置呢 外上向线是最常见的 还有语音区 增阳区 这是比较常见的区域 所以 外科 乳腺外科检查的时候 重点的区域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那乳腺癌有些什么样的病理类型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要学习的 那么病理的类型 现在分的 我们这里是很简单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病理类型分的很复杂 那么有一本新的分类 2012年有乳腺癌癌的一个新分类 如果大家如果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 就要学习那个方面的分类 我们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根据它的组织发生分为了 导广癌和小移性癌 导广癌占大多数 75大于占了 而小广癌大于占了25% 而根据它这个癌有没有 经营我们分为了 非经营性癌和经营性癌 15%和到30%是非经营性癌 70%到85%是经营性癌 那么现在的话 因为这个防癌普查做得很好了 比过去做得好 非经营性癌的发生率就比较高一些 那我们说欧美国家 它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很高 但是它的死亡率相对是比较低的 死亡率相对比较低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早期癌比较多见 早期发现 你像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明星的话 它没发现它就把它切掉了 是吧 这个就是要发现早期癌 一定要发现早期癌做治疗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所有的癌都是这样 愈合好一些 那么非经营性癌 也就是原胃癌 原胃癌的概念呢 就是一定没有突破基底膜的 一定没有突破基底膜的 没有突破导管的基底膜的 我们看看原胃癌 原胃癌分为了小烟原胃癌和导管原胃癌 导管原胃癌又包括了粉质性癌 非粉质性癌 以及拍切病 这都是原胃癌的范畴 那么有的就提到导管内癌 伴微小经营 它的这个愈合和没有伴微小经营 导管内癌的愈合一样的 一样的差不多的 所以有提出了导管内癌伴微小经营 这也是类型 就是包括在原胃癌里面一起讲的 我们讲这个大的导管内癌 导管内癌的组织发生 不要真小导管发生的 那么导管内的细胞增生 异形的增生 但是增生的细胞 它是原胃癌吧 导管内癌也是原胃癌 就没有突破基底膜 那么基底膜是完好的 没有突破导管的基底膜 没有像剑脂经营 这是导管内癌 导管内癌里面最常见的 就是一个粉刺状癌 粉刺状癌 那么粉刺状癌 根据它的名称 这个名字 大家掌握粉刺的 那就知道它有什么特点 那么肉眼看的话 在这个有线的尊央区 有个明线的走块 质地比较硬 问题就是它可以挤出了个什么 挤过粉刺的话就知道 可以挤出一些 黄色牙蓋样的和软胳状的物体 那么这个软胳状的物体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近下看到了 就是一个大导管里面 有大量的异性增生的细胞 可以中间看到了坏死 可以坏死 我们挤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坏死 挤出来坏死 就是像高样的物质挤出来 那这个坏死就是像我们肉眼看到 可以挤出的牙蓋样的物质 它的镜子有这种癌性的增生 这是镜下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癌细胞同样是没有突破 这个导管的基底膜 没经营 那么就是原位 是个原位癌 这里我们看到坏死 是大量的坏死 钙化 那么挤出了大量的黄色的高样的物质 牙膏状的物质 导管内癌的第二类呢 就是第二种就是非粉刺癌 那么讲到前面有粉刺癌 肯定就有黑粉刺癌 那非粉刺导管内癌 那么肉眼我们就看不到 挤出不到这种粉刺样的物质 两个样的物质 那么镜下看到了 这个细胞相对的一些小一些 可以形成乳头状 腮状 实性 这结构 没有明确的 没有明显的这个坏死 或者没有坏死 没有明显的坏死 母粉刺 这是看到的导管内癌 实性型的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不一样 这是一个导管 里面充满了异形的细胞 但是没有突破基底膜 导管内癌 没有看到坏死 没有五层粉刺型的 这个一样 腮肯状的这种结构 没有突破基底膜 这是一个一个的导管 这是无粉刺导管内癌 原位癌 除了这个粉刺癌和非粉刺癌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了就是拍切病 或者成为了这个拍切病 你们书上这个英文 这个中文名字应该分 按这个去写 那么在这个乳头表面 表层是乳头的表层上皮 可以看到一些大大的 异形的空空的这大细胞 异形细胞 在表皮里面散在许多 包浆淡然的拍切细胞 这个拍切细胞 它没有突破这个三皮的基底膜 没向进去经营 那么这个拍切细胞 一般来说就是导管下面的导管内癌 向上累积 累积到表皮里面 如果下面有个导管内癌 向上累积 累积到表皮里面 形成了这种拍切病的 这种形态 那么这个拍切病 它在肉眼临床看到的时候 临床看到是 乳头有伸出 也有前表的溃烂 所以它像死怎样 有人又称它为死怎样癌 那么这种癌的话 像这里有很多的这种癌细胞 在表层 表皮里面 表皮里面的癌细胞 有死怎样的 有溃烂了 我们在临床还可以做一个硬片 做这个脱落细胞 这乳头做脱落细胞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是拍切细胞 拍里细胞 这些细胞 也可以做准断 也可以做准断 如果导管内癌 我们刚才讲到 如果导管内癌 伴有少量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又称为它了 导管内癌伴微小经验 那么和它的治疗上 和生物学行为上 和没有伴有微小经验的导管内癌 都差不多 那么什么是微小经验呢 微小经验 是以乳腺静止症出现 单个或多个独立的显微镜下 经验造为特征 每个病造大小 都不会超过一个毫米 那么这么小的范围 这么小的范围 我们就是说导管内癌 伴微小经验 伴微小经验 那么这个治疗一样可以按导管内癌 导管原外癌治疗 这是现在的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分类里面 由这种分类 原外癌 我们学习了导管内癌 导管的原外癌 下面介绍了就是小烟原外癌 那么小烟原外癌 它是末梢小导管和线炮发生的 那么这个细胞的增生 异性的增生 那么异性增生的细胞 同样没有破坏 没有破坏基底膜 那么线炮的基底膜是完好的 没有突破基底膜 鉴质经验都没有 都没有突破基底膜 所以是小烟原外癌 那么这个类型的癌 是愈后相当好 愈后相当好的 那么这里看到 是一个小烟的结构 小烟结构 小烟的线炮和导管 增生 有异性 这个细胞比较小 这个比较小 但是这个癌细胞 没有突破基底膜 没有突破线炮的基底膜 没有突破基底膜 还是属于原外癌 所以小烟原外癌 那么这个乳腺癌 它也是一个 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 它可以由轻到轻 逐渐的发展 间接性的发展 然后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我们看 这是一个正常的导管 正常导管 这里表现为增生了 这个导管增生 这里出现了不典型增生了 然后这里 是塞肯钻 形成了原胃癌 原外的改变 原胃癌没突破基底膜 而细胞 那么这里看到了 它随着时间 它可以了 突破经营到 间子里面 那么原胃癌的话 像我们讲到 粉刺癌 粉刺型的和 非粉刺型的 特别是粉刺型的 淫于发展为 这个 这个 静域性癌 一些 当然也要蛮长的时间 有的人说 甚至要 一二十年 那么它就 淫于发生一些 比相对来说 粉刺型癌 比 非粉刺型癌 淫于发展为 静域性癌 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 是吧 连续的过程 如果我们在早期发现 这个乳腺癌 早期治疗 那预后相当好 预后相当好 所以一定要做定期的 定期的防癌普查 防癌普查 是很有意义的 做定期的防癌普查 如果这个癌细胞突破基底膜 早期经营 然后到晚期经营 那就可以发展为 静性癌 静性癌 静性癌呢 包括了静性导管癌 静性小液癌 还有特殊类型的癌 主要是这几个 那么特殊类型的癌 就包括了水液癌和粘液癌 等等 还有小管癌 静性导管癌是最常见的 在静性癌里面是最常见的 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大约70% 那么它的组织发生呢 常常是在原位 导管原位癌的基础上 逐渐的发展 静运 那么临床上的表现 有什么表现呢 常常表现 乳腺一个肿块 而且是无痛性的肿块 乳腺有肿块 不痛的时候 你还头痛一些 如果是痛的肿块 你相对还没有那么紧张 一个无痛性的肿块 而且这个肿块表现为固定 就是推不动 如果线为腺流 我们应该是有包膜 推得动 而这个是癌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静于生长 像树根长于泥土一样 生长 那肯定是推不动 这临床医生呢 一检查 他就发现有问题 而且摸上去直立印 直立印 有些病人 如果是累积到乳头的话 那么这个区域的话呢 可以形成乳头的内线 凹陷 它由于下面的 真身 纤维组织真身 搜索 而形成乳头的凹陷 那么有的人呢 也可以出现了 局比较的外观 这个临床医生 所以如果看到这个问题出现了 他也是会知道 这个人比较可能有癌的可能 局比较外观的话 是癌细胞的话 算是了淋巴管 引起了这个水肿 那么这部分水肿就浓起来 而皮肤附近的部分 相对的凹陷下去 所以形成了皮肤样 这个局比样的外观 皮肤形成这种特点 那么局比样 这个局比的样子 大家都见过的 这就看到 乳头周围的这种皮肤 看看 有隆起 有凹下去的 像什么形态 局比样的外观 这就是局比样的外观 那么这里看到了乳头呢 肿块在乳头下方 累积到乳头 这里有七维组织的真身 癌性的反应 它可以收缩 引起乳头的凹陷 乳头的凹陷 那么肉眼我们看到的 肿块什么形态 有没有包膜 没有包膜 恶性肿瘤 没有包膜 均匀性生长 这样树根长如 泥土样 和泄土样的生长 你不知道境界在哪里 颜色非白 直应 感召 非白直应的 这是乳腺癌的 典型的大体形态 这两个图 那么这里也看到的是 那个大体形态 这是影像学 刚才我们看 因为性流的影像学 和这个不一样 境界很清楚 而这里呢 因为它没有包膜 静匀生长 它座位都看不到 它显得很毛痴样的 所以这个准块 方式可以省一看 也会知道这有问题 那么大体标本上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境运性生长的特点 没有包膜 会白色的 这是肉眼的形态 肉眼的形态 那么镜像 它长成是 进行导管 长成是导管原位癌 逐渐发生而来的 逐渐发展而来的 那么这里看到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像粉刺癌的结构 是吧 一个原位癌结构 那么周围有了 境运的现象 这里看到 境运了 这是导管原位癌 境运生长 形成了境运性导管癌了 境运的范围广了 最常见的是 境运性导管癌 那么其次就是 境运性小颜癌 境运小颜癌 那么境运小颜癌 常常也是 在原位癌的基础 小颐原位癌的基础上 发生 境运 发生率 大约有百分之五到十 临床上有些什么样的表现 刚才我们上导管 癌的 进行导管 明显的一个总块 很明显的 很容易摸到的 很容易检查出来的 而进行小颜癌的 临床特征 没有那么典型 它可能病病比较迷茫 也可能是多造性的 多真心性的 也可能酸乳都会发生 在这个境运性小颜癌 有部分的是酸折 对着乳腺也有 这样的病例的话 就不容易发现一些 不容易发现一些 这是境运性小颜癌的 一些临床方面特征 我们这里看到了 这是境运性小颜癌的 癌细胞是比较小的 比较整 这样排列 有些裂病量的 这种排列 那么这里看到了 一个原位的结构 它常常也是 原位癌的 小颜原位癌 发生这种经运 这小的这些细胞 都是有异形性的细胞 以上的这些细胞 都是癌细胞 这是经运性小颜癌 经运性癌 除了经运性导管 经运性小颜癌 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癌 特殊类型 特殊类型癌 包括了水燕癌棒 大量淋巴细胞经营的 这一个类型 还有了粘液癌 还有了小缓癌 叫小缓癌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水燕癌 水燕癌 大片的癌细胞 有大量的淋巴细胞 水燕癌 因为有大量的 棒有大量淋巴细胞经营 它的预后就比较好 预后就比较好 所有的特殊类型的癌 相对于非特殊类型的癌来说 它的预后好一些 那么这里看到了 这是大量的癌细胞 比较空量的 核胞浆的 和比较淡然的 这颌细胞 一片一片的 周围有些淋巴细胞 大量的淋巴细胞经营 这是水燕癌 拌大量灵细胞细胞经营 这一个类型的癌 预后比较好 预后比较好 特殊类型癌 还有粘液癌 那么粘液癌 这里看到大量的粘液 如果是微肠道的粘液癌 预后很差 而对于乳腺来说 如果是粘液癌 预后还是很好的 它甚至不要跟着手术 做乳腺单身切取 就可以了 这个是和胃肠道的粘液癌 不一样 这个是预后比较好的 特殊类型癌 这里是小广癌 高昏化 这也是特殊类型癌 也是预后比较好的 预后相对来说 这个类型是预后比较好的 我们说癌的话 它就会有扩散 也会有转移 也会有转移 它可以向周围的扩散 向乳头扩散 向皮肤 扩散 向心肌扩散 胸臂扩散 向周围扩散 那么 乳腺癌的话 常常容易淋巴道转移 晚期也可以血道转移 那么淋巴道常常容易转移 所以它的手术范围就必须清少 业务淋巴结 清少业务淋巴结 那么这里看到的呢 就是乳腺有个癌的话 淋巴这里 它可以累积 可以累积 这里看到了一个是淋巴管里面有癌细胞 轻入 有癌细胞 所以乳腺癌的话 它常常需要清少同质的淋巴结 那么现在的话 认为 如果前哨淋巴结 我们说乳腺癌有个前哨淋巴 第一站的淋巴结 如果没有侵犯的话 它可以不清淋巴结 因为毕竟清淋巴结的话 这个功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这个手啊 这些范围是比较大 那么现在的乳腺癌的治疗 它是一个很增活的治疗 它常常也 如果早期癌的话 或者是有些类型的话 它就会做薄乳手术 那我们这个的话 过去的话清得比较广泛 清得比较广泛 这个是乳腺癌的一个位置 那么乳腺癌 它的预后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 影响乳腺癌后的因素 一个是圆化罩的大小 这和其他癌一样的 越小的癌后越好 那么如果是一个零里内的 乳腺癌后相当好 这是圆化罩的大小 还有有没有淋巴结转移 但是没有淋巴结转移是最好的 和其他一样的 这个是没什么特质性的 还有组织学的类型 刚才我们说很多的分类 我们为什么要分类 在病例诊断的时候 其实可以估计它的预后 可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组织学类型 那么如果是原胃癌 那肯定预后很好 是吧 如果是特殊类型的癌 半夜大量淋巴细胞 经营的水样癌 它是组织类型的话 它预后也很好 好 组织学分级 一二三级 那么如果是一级 预后肯定好些 那么这个都是和其他的肿瘤一样 都是这个特点 还有DN被瘦的话 这个都这些和其他部位的预性肿瘤 都是差不多都一致都可以这个方面去判断 但是在乳腺癌影响预后的因素 我们有分子水平的这个判断 这是我们常常临床做的常规检测 一个磁气色受体和孕气色受体 还有一个基因 黑兔基因 还有Ki67这个增值指数 这是我们常规要做这个分子检测 根据这个分型 然后判断预后选择治疗方案 这是临床需要我们提根的 提根提根的 那么这个受体的话 正常的时候 在这个扇皮细胞核里面都有 刺激式受体和孕气式受体 如果检测受体出现 我们可以走断这个部分 走断这个部分 用药就是有个内分泌治疗的问题 那么在乳腺癌的话 内分泌治疗是做得最早 也是做得最好的 内分泌治疗 所以目前来说 我们常常临床病理诊断的过程中 都用到了乳腺的分子氧型的这个诊断 用到了这个分子病理的这种诊断 常常需要检测一些分子标志 因为有过去的话 组织类型同样的这个情况都差不多的 有些人怎么治疗效果很好 有些人怎么治疗不好呢 它和它这个分子的这个变化 这个氧型有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大致看一下 现在分子氧型分为了管腔A型和管腔B型和过表达型 就是黑兔的这个过表达型和基底样型的这几个类型 这是现在目前分的 那么它的分子的标志物的话 叫ERPR 管腔A型的话 ERPR是阳性的 ERPR是阳性的 而黑兔的话呢 是阴性的 那么这是育后最好的那个类型 它是导管扇皮来源 风化也好 它对内分泌治疗敏感 而对化疗不是很敏感 不是很敏感 都不敏感 育后好 而这个氧型的话 它的导也是三个都表达的 阳性 都表达导管扇皮来源 它的风化也是比较好的 也对内分泌治疗也比较敏感 化疗也比较敏感 育后也较好 但是相对 最A型来说 对内分泌治疗效果差一些 但是它可以选择内分泌治疗 化疗以及 这个基因的靶向治疗 黑兔的话是检测的以后 用不用基因的靶向治疗的问题 黑兔基因过表达的这种情况 而ERPR阴性的时候 它是基上品来源的 这个风化也较差 那么对内分泌治疗 肯定是不敏感的 而对化疗敏感 愈后也比较差 但是它可以 如果是表达强的话 黑兔基因表达强 可以做基因的靶向治疗 可以说 而这个类型的 就是三因的病例 那这个愈后是最差的 风化也不好 治疗效果是最差的 这一个类型 对化疗不敏感 对内分泌治疗也不敏感 这个类型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 自己去慢慢去学习 慢慢学习 我们看看 这是ERPR 它是表达在核的强扬性 每一组化方法 这是核的强扬性 那么正常有表达 有这个极色的依赖的话 它也是表达强扬性的 这个是ER 这是黑兔基因的 表达强扬性的 这个也一样的 这是黑兔基因的 表达阴性的 这个是一个加 两个加 三个加 如果三个加的话 用这个基因的靶向治疗 效果很好 如果是两个加 就不一定 所以它要同时做了 这个 非许 这个检测 做非许的检测 看看有没有 黑兔基因的扩增 这个是有扩增 那么如果有扩增 那里表达 有这个黑兔基因扩增的话 就可以选择 基因的靶向治疗 当然基因的靶向治疗 非议是非常高的 非议是非常高的 所以从乳腺癌的治疗上看 现在的方法主要是 以前就是来的一个乳腺癌病人 就是跟着手术 全做了就行了 而现在的话呢 就是先做微上活检 诊断 再选择治疗方法 微上新增的活检 穿刺 把组织穿出来 那么有选择化疗 加手术 也可以是手术化疗 也可以是后面 做内分泌治疗 根据它的分子分形 选择不一定的治疗方案 选择不一定的治 不一定的 那就是乳腺科的医生 他就会去选择 根据分子的分形 去选择他的治疗 那么乳腺的治疗 主要就是一个增活的治疗 它不能单方面的 就做一个手术就完事了 它一定是一个增活的治疗 所以现在的乳腺的治疗的话 效果很好 乳腺癌的这种治疗 我们思学式的生殖系统 和乳腺的疾病呢 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